欢迎来到美牛创意食堂 我是小刚主厨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我的家传秘制红烧牛肉面 我们今天选用的是 美国牛胸富乐条肉 那我自己煮牛肉面 也很喜欢用这个部位 是因为它很多特色都非常适合煮牛肉面 我们把这个血水 让它稍微吸一下 那我可以看它的这个油花 非常均匀 那这个好处就是 它在煎的时候 它的油花会保住它的水分 所以它的这个口感特别的juicy 而且它是这个古式的 吃玉米长大的 它就没有那种草腥味 而且油脂呢 可以在炖煮的时候 让整个汤头的口感变得非常的浓郁 解水擦干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撒盐了 均匀的撒上我们的海盐 好 我们现在开火热锅 锅底稍微倒一点 打大油 好 我们现在把肉放到锅里面 让我们刚刚撒盐的那一面朝下 像我们这样子满满一锅的肉 差不多就是四人份的量 可以煮四个大碗的牛肉面 好 那我的习惯会像煎牛排一样 只翻一次面 让它表皮煎得更漂亮 现在把肉两面都煎成金黄色之后 就可以关火起锅了 好 煎好的肉我们先放旁边 让它休息一下 我们就可以来准备我们要炒的料了 那我们先把洋葱切成丝 好 我们把老姜切成片 葱切成段 辣椒去蒂头 稍微压一下 好 我们先来爆香两样东西 一个是老姜 那记得我们刚才煎肉的油一定要留在锅里面哦 来 第二样东西就是花椒 好 我们的姜片跟花椒炒香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捞在一个大的卤包袋里面 继续我们要完成我们的药材包的部分 那其实这里面的药材你可以去中药行 直接跟他说我要乳一锅牛肉 他就会帮你准备好 把它绑起来 接下来我们要来炒香我们的蒜头 洋葱 及我们的青葱 大椒 我会稍微用煎的方式 也是做一个焦糖化的反应 让它的风味更加的强烈 我已经有这些焦糖化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开始做 这个拌炒了 我们把辣豆瓣加进来 加甜面酱 番茄罐头 好 熟知了 炒好的料 直接把它加进来 高汤 我们的牛肉 可以回来咯 料材包放进来 然后放整只的红萝卜下来 一点点的糖去做提味的动作 等它滚之后呢 我们让它煮个50分钟 然后关火焖一个小时 这是我最喜欢牛肉的口感的熟度 好我们熄火焖一个小时之后 就来把汤底跟肉分开 把肉全部都加出来 我们就直接用调理机或果汁机 都打碎了 重新再煮滚一次 在煮滚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来烫我们的面条 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细的关妙面 软化散开的时候 我们就把青菜放下来 大概煮了三分钟之后 就可以洗锅了 直接盛到里面来 接下来把我们最重要的主角 牛肉放上来 最后装饰葱花 我们的秘制牛肉面就完成了 那我们去享用我们的牛肉面吧 最后装饰葱花 感谢观看